收封地區是花蓮縣境內水產養殖最重要的基地 而在地議員林平昂就竭力爭取養殖漁業的提升 希望縣政府農業處能夠以專業技術人員 進駐鯉魚潭水培所 提供在地業者以遠端智慧控制 突破養殖環境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 因應氣候變切以及兼顧獲利與永續水產總苗養殖技術 省工低碳更是未來的趨勢 縣議員林平昂就指出 推動水產養殖智慧轉型 是相關單位應該積極協助規劃部件 收封地區智慧水產養殖生產示範場域 成為智慧水產養殖標竿 花蓮縣唯一的一個水培所 對於我們所有的一個養殖業者 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單位 當然也要肩負起很多養殖業者的這個需要的一些專業的一些知識 第一個除了要有這個保護原生種的一個專業性 還有這個第二個就是生態教學的方面 第三點還有這個我在這次定期大會之中 那也建議我們外來的魚種 那也建議我們水培所能夠成立一個流浪魚之家的一個區塊 讓我們想要丟棄這個外來魚種的這些鄉親 能夠透過人道的一個方式 那繼續在我們水培所 透過水培所能夠真正實際輔導他們 能夠得到更多的一些 不管是設備一些專業的知識 尤其現在天氣非常的一個極端 我們也希望水培所肩負起這個責任 目前農業部漁業署推動產業智慧轉型政策 協助養殖漁戶建構智慧養殖設備 林平洋表示 受風因成立養殖示範場域 持續擴大應用的範圍 除了原有水質參數監測之外 導入自動排水以及自動投耳的創新應用 維持水質的環境調控 更是有助於漁獲的生長以及產業的競爭力 記者林杰 受風箱 採訪報導